恩典掌权 第六章 战胜我们的罪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 我很喜欢玩一种叫玻璃球的游戏 我常常到后院 在地上画一个圆圈 将一把玻璃球放在小罐里 然后我会一连几个小时 做射玻璃球的游戏 那时我常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 我们每人在圈里放十几个玻璃球 再轮流射击 我会永远玩这种游戏吗 我可以告诉你 当时我有一大袋玻璃球 我根本想象不出 我以后会放弃这个爱好 我曾经想过 有一天 当我成为一个老头时 如果再玩这个游戏 我的样子一定很傻 但我努力让自己 不要想这一天的到来 那时我真想永远玩下去 有一天 当我独自在外面练习探球时 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看到我的朋友 菲利普 瑞杰和丹妮 正站在小院里 他们站在篮球架下 前面篮球架还没安好 我们要打一场比赛 我们需要一个人 四人才好打比赛 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他们问 我把玻璃球扔在地上 再也没回头 我又有一个新的爱好了 我喜欢打篮球 每天一放学 我就从学校回家 跑到后院打篮球 我们几个小伙伴 每天都一直玩到天黑 才回家 星期五 逻期令人兴奋 因为我们第二天 不必上课 我们的父母 会让我们玩到后来 我们每次都直到 看不清篮球架上的篮子 才回家 小院的篮球场 就是我少年时代的 伊甸园 这又成了我一生 都愿意做的事 我甚至推理过 住在对面街区的 兰伯特先生 已经是成年人了 但他仍在打篮球 那些天我确信 我这一生中 每个周五 都不会错过去投篮 我对篮球很着迷 我们通过和醉 做斗争的方式 绝不能体验到得胜感 只有当我们仰望神 将我们的注意力 集中在主身上时 我们才能得胜 16岁时 有一个周日 我们全家去教堂 我那天坐在 主日学的课堂上 突然注意到 一个新来的女孩 走进教室 我以前从 从没见过她 我当时还没和女孩 约会过 女孩从我身边 经过时 我打量她一下 我是说 我当时开始认真的想 我是否可以利用 这个好机会 来开始我们的约会 我回家后立刻问爸爸 这个重要的问题 爸爸 如果我下个周末去约会 您是否会借给我 您的汽车用一下呢 爸爸问我 您有约会 他似乎很高兴地 看着儿子正长大成人 我回答说 还没有 但我想约一个女孩子出来 所以想问你一下 能否借我用一下您的车 他问 那个女孩是谁 我说我上周在教堂 遇见一个女孩 好 你可以用我的车去约会 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急切地 叛到了第二个主日 教会的礼拜一结束 我就急忙找那个 新到教会的女孩 我紧张又简洁地 说过几句话之后 就直接聊到问 这周五的晚上 你有安排吗 他回答说 没有安排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说 哦 这周五上映 巴巴拉 斯瑞森德的新片 我认为我们可以看这部电影 然后 如果你愿意 我们去披萨屋吃饭 他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 那个周五 我去接他 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 这次约会很成功 第二天一大早 我的伙伴们就冲到我的房间 你昨天去哪了 他们很急切地问我 我们还等你出来打篮球呢 我们每个周五都一起打球啊 他们有点生气地质问我 显然 他们对我打破规矩 无故缺行 是很不满 你为什么没来打球 有个伙伴直接问我 我向上扬了一下头 然后说 朋友们 我昨天去约会了 被我的伙伴们更为沮丧的是 那个周末 以后的下一周五 我又给那个女孩打电话 并约她出来 她再次欣然同意了 事实上 从那以后的三年中 每一个周五 我都和她约会 我们于1973年正式结婚 婚后生活很美满 我由于专注于和女友约会 所以渐渐地 对在周末打篮球毫无兴趣 我找到了更好的选择 不要奢望靠纪律来战胜罪 对于一个现在罪中的人 很难想象 他有一时会没有罪恶感 因为他每时每刻 都与罪有关联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 习惯地去犯某一种罪 他如何才能得自由呢 当然通过应用宗教规条 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是知性妄想 我们在本书的第五章 已经学习过 律法能促使人去犯罪 即去做违反律法的事 那种认为应当通过持守纪律 来保持自己不犯罪的想法 正使罪来攻击信徒的武器 律法常常反倒激起人们去犯罪 我不想把玩玻璃球和打篮球 这样的健康体育活动和最相提并论 只是想用我的个人生活的经验 体会做一个比喻 如果曾有人在我孩童时代告诉我 你必须放弃玩玻璃球的游戏 我会很反感 如果有人在我16岁时对我说 你已经16岁了 周五晚上不要再玩篮球了 我会反对这种建议的 事实上 我从没把注意力集中在 放弃任何一种活动上 我只是迷上了一件 我更愿意做的事 或许有人说 我的爱人马拉尼 使我从打篮球的癖好中紧脱出来 我并没有同任何一种癖好做斗争 我只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 而像打篮球之类的事 自然而然的不重要了 耶稣基督也可以救我们脱离罪 但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中 主是谁 和在基督里我们是谁之后 会发现 那些在我们想象中无法摆脱的事 对我们来说 不再有任何吸引力了 也不再能够挟制我们了 通过和罪做斗争的方式 是永远无法让我们感受得得胜的 但我们通过仰望基督却能得胜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中 简明额要的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绝对的决定和严格的自我约束 都无法让人真正战胜罪 那种消极的想法 会拦住我们定睛在神身上 我们会时常定睛在自己的罪上 我们要看基督而不是罪 当我们越来越爱上主时 那些无法让我们摆脱的罪 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 这时我们再决心放弃弃绝罪 我们就成功了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有时会唱一首老歌 这首歌教给了我战胜罪的方法 歌中唱到 仰望基督 瞻仰他至圣容颜 在他荣耀光中 在他奇异恩典里 地上所有一切都失去了光彩 去除罪的武器不是个人努力 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我们除去罪 那种认为集中精力战胜碎 就能得胜的方法是错误的 把注意力集中在属肉体的事上 不仅会使我们无法得胜 而且会导致我们永远失败 律法主义者总是把目光定定在行为上 但当恩典掌管我们之后 我们就仰望基督了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 使徒保罗在这里断言 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哪类事上 最终会决定他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专注于钓鲈鱼 他早晚会决定买一只的钓鱼的船 那关注足球的常常会在假日里 坐在电视机前看足球 或者到运动场和朋友们踢球 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肉体的最上 当他的行为与他的头脑所关注的事情相一致时 他不会感到惊讶 当一个人决定通过把目光定睛在自己的罪上 来战胜罪时 他已经选择了失败 即便他求告神 效果也甚微 在我们得救之后 上帝不会祝福我们 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 摆脱罪的努力 他希望我们能意识到 凭我们自己战胜罪的常识是没有果效的 这样我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基督 在我们极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争取胜利时 上帝就耐心地等候我们 直到我们竭尽全力 仍以失败告终 这时他就帮助我们 为我们行那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 在那一刻 我们才真正准备好接受他的帮助 捆绑人的谎言 如果你想经历战胜罪的自由 那么首先你必须清楚基督徒对待罪的态 许多发现自己成为某种罪的奴仆的信徒 拥有一个错误的理念 他们爱那种罪 他们因而也认为 他们无法摆脱和抗拒那些 他们喜爱的癖好或食物 我恨我自己 这是我们刚彼此自我介绍之后 吉武说的一句话 他计划与我们见面 并一屯讨论一个私人问题 我问他 你为什么恨自己 他开始向我讲述他的问题 原来他染上了看淫秽录像的恶屁 他说我无法自助 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了淫秽影片 我告诉自己不要再看这些片子了 在像有闹钟 催促提醒我一样 我会再光顾录像店 录像带商店 去租淫费录像开 吉姆也是谎言的受害者 这个谎言 使很多基督徒为罪所捆绑 他承认他恨自己 但他却爱那种罪 事实上 吉姆还不了解自己 爱看淫秽录影的罪 使他在对自己彻底绝望后 用来找我倾诉 当然凭信而论 他不会真爱这种罪 几周后 我能和吉姆分享一些真理 这些真理使他得到了自由 耶稣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参考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 神的真理能释放被捆绑的人 耶稣的话暗示 如果真理使人得自由 那么谎言让人受捆绑 因此 任何经历捆绑的基督徒 都是相信了谎言 当这人晓得真理后 他必能找到自由 基督徒讨厌罪 吉姆曾以为 他爱的那个秘密的罪 事实上 他根本不爱罪 他之所以错误地以为他爱罪 仅仅由于 他一直不断地沉溺在罪中 如果他起初就爱这种罪的话 他绝不会到办公室来找我求助 相反的 他会继续在罪中 他感到如此痛苦 绝望的原因是 他陷在了他所痛恨的罪中 使徒保罗描述了他遭遇罪的情形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参考罗马书七章十五节十九节 保罗诚实地承认了他犯罪了 我很高兴他诚实说出这一点 不要再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在罪中挣扎的人 保罗执笔写成了新约中的大部分书信 然而这位圣徒公开承认 他自己在罪中挣扎的体验 保罗强调 虽然他犯了罪 但他自己绝不爱这种罪 他在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中 描述了他对自己的罪的态度 他描述过善恶两律 他描述过善恶两律 在他心灵中交战以后 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中写道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娶死的身体呢 保罗经历了罪 带给他情感上的痛苦 每一个在罪中挣扎的基督徒 都会体验到这种苦楚 一些人不理解 为什么人能沉溺在罪中 同时又恨恶这种罪 如果不恨罪 就不会发现自己在罪中挣扎 读过这段文字之后 你是否想起了 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罪 为了使你能从罪的诠释中脱离出来 你必须检验你 对罪真实的态度 不要仅仅由于你自己重复犯一种罪 并在当时寻求了罪的快乐 就错误地认为你爱罪 圣经教导我们 罪可以带给人一时的快乐 但终究 罪会毁掉信徒的生命 一些人不理解 为什么人能沉溺在罪中 同时又恨母这种罪 如果人不恨罪 就不会发现自己在罪中挣扎 你算是在罪中得到了享受的事实是 你自己没有太大关联 他只说明罪能激起人的快感 吉姆起初没有了解这个事实 所以他相信了他爱看淫秘录像的谎言 罪的罪的律居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上文提到吉姆宣称我恨自己 这就揭示了他所相信的另一个谎言 这个谎言也使他成为罪的奴仆 他错误地相信 淫秘录像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份 影响到他是谁 他没能区分 他的罪和他的身份之间的关系 因此他将自己看成 生命中最可奏的敌人 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的信徒 在概念的理解上犯了一个和吉姆相同的错误 只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 他才能真正使他的行为和他的身份融为一体 圣经清楚地写道 当一个基督徒犯罪时 他的罪不能反映他是谁 只能说明 当他不相信基督 不遵行神的话语时 他在行为层面上的表现 保罗描述 他在行为上犯罪之后 进行了两点清楚的说明 第一 他表达了 他是多么的厌恶罪 第二 他明确区分了他的身份 和在他里面罪的诠释 他两次声明 当他犯罪时 不是他自己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罗马书七章十七节二十节 但保罗如此说 是否说明他试图推卸犯罪的责任呢 他是否向那些犯罪之后 推出魔鬼让我做了这一切的人呢 当然不是 保罗承担了他所做出选择的全部责任 他只是澄清当基督徒犯罪时 这人所做的是违反其内心的本质 当他论及罪时 他指出他里面另有一个律 而这个律并非他自己 几乎没有信徒意识到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律 或者说是一个力量 这种力量掳去我们 所以我们会犯罪 圣经说这种力量住在我们里头 参考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 但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想经历得胜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我的儿子安德鲁在他二十岁时 不幸从一个建筑工地摔下来 结果他的脊椎骨折断了 他伤势严重 需要动手术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医生给他做完手术时 在缝合时 无意间将一团海绵 落在了他的身体里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呢 手术之后 又过了一些天 逐致医生进入安德鲁的病房 进行探访 他们之间会进行这样一次谈话 年轻人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医生 我相信我身体出了严重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想 医生问 哦 有几个原因 首先自从做过那次手术 我有一种难以满足的饥渴感 无论我喝多少水 都不会觉得满足 此外 自从我离开手术室 我的膀胱从没有清空过 好 我们需要你做几个化学测试 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问题的原因 医生说 护士小姐立刻给这位病人 做X光透视 几个小时之后 医生回来了 他轻轻走到安德鲁床边说 孩子 我发现你问题的根源了 你没有任何问题 但你体内的海绵出了问题 我只想用这个简单的例子 解释和说明基督徒 和他里面的罪之间的关系 我曾有许多年一直相信 在内心层面上 我一定是一个坏人 我非常想荣耀神 但我看到自己思想层面的光景 我以为善的孪生兄弟 恶生长在我的心里 恶想控制我的生活方式 因此 我向主祷告 求神帮助我 能遏制我内心的恶 我努力克制我认定的存在 与我内心的邪恶部分 但是 保罗却清楚地区分了 他自己以及他里头的罪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做的 我就应称律法是善的 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 在我里头 就是在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罗马书七章十六到二十节 这听起来像一个邪恶的人说的吗 亦或像一个爱罪的人说的吗 保罗说他做了他所不愿做的事 他又说他内心愿意常常行善 但事实却是 他所行的与他所愿意的恰恰相反 他所描述的这种窘境 与你所遭遇的心境是否相似呢 你或许仅仅因为承认你里面的一个牵引力 把你拉向罪的一边 而认定自己是一个坏人 但请记住 你里面的那种倾向绝非你自己 这种牵引力在你里面 但它不是你 保罗继续写道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能够意识到基督徒 没有邪恶特质这一点 是多么伟大的发现啊 基督徒心中可能有邪恶的意念 但基督徒本人并不邪恶 保罗确切地描述了我们的光景 他说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他意识到罪的权势 与他本人的身份是截然不同的 他没有识自己 是个邪恶的人 但他却承认他里头 有一个邪恶的权势 得胜的关键 在我们理解并认识到 我们不是自己的敌人时 我们已经向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我们的敌人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罪的权势 我们一键分清 我们自己和住在我们里头的罪 我们就站在一个更有力的位置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向胜利迈第二步 第二步包括了回答使徒保罗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中 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有关罪的问题 他问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如果你想战胜你的罪 你也应当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在信主之后的二十九年中 问过各种错误的问题 错误的问题永远不会让人找到 经历得胜的正确答案 就有关我的罪这方面 我曾问神 我为了经历得胜应当做什么 也曾祷告说 主啊 我如何才能战胜罪 保罗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他知道得胜的关键 不在于问做什么和如何做 战胜罪的关键是谁能 当你问做什么或如何做事 你暗示有一个计划或方法 能使一个人战胜罪 神是我们的罪所预备的 神为我们的罪所预备的 不是一个计划 而是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与基督一同展示翱翔 事实上 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都受到住在他里头的罪的 律的挟制 只要我们活在躯体之下 就必须对付这个律 但上帝却赐给我们 对付罪的全身的解料 耶稣基督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 用较长的篇幅 论述了罪 辖制信徒生命后的问题 在八章二节中 清楚地释放了真理 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每当我们全心依靠上帝 并让他透过我们 彰显他的生命时 我们必会体验到 得胜罪的生活 罪和死的律 总是客观存在的 并时刻寻找机会 将基督徒拉向 不信靠神的生活境界 但还有一个律 即生命圣灵的律 让基督徒能依靠 后面的这个律 总能胜过前面的那个律 只要我们相信基督 他永远能胜过 罪和死的律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你被告知 有一个男士 从纽约市的帝国大厦 跳下去了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可能问 许多关于这个事件的问题 但你绝不会问 它落下去了吗 因为你有万有引力 定律的常识 所以你不加思索的认定 它落下去了 实际上每个人 都认同万有引力 假如紧接着 你又被告知 这个跳下去的男士 被一架悬空滑翔机接住 你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立刻想到 它不会落下去了 因为你有气体动力学 定律的知识 你不会再想象 它是如何落下去 相反 你会想象 它在 它翱翔在 纽约摩天大厦的上空 虽然你 仍承认 万有引力 定律的存在 但是 你知道 在这种情形下 气体动力学定律 会胜过 万有引力定律 当那位男士 与花香机 一同在 蓝梯上 熬翔时 万有引力 定律 不复存在了吗 当然存在 但这位男士 依靠一个 更高的定律 力量 因此就不会坠落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道理也是一样的 虽然 罪的权势 仍然存留在 基督徒里面 但只要信徒 靠基督 丰盛的恩典 罪和死的律 就无法彰显在 他们的生命中 每当我们 全心依靠上帝 并让他 透过我们 彰显他的生命时 我们必会体验到 得胜罪的生活 假若那个 坐在 花香机里的人 决定不再 依靠花香机 那么会有 什么事发生 他就在那一刻 做出决定 万有引力 定律 再次奏效 紧接着 他摔了下来 如果他选择 在空中 离开花香机 没人会对 他坠地 表示惊讶 事实上 他除了坠地以外 别无选择 当一个基督徒 住在基督里 时刻 依靠基督 并将主基督 作为他的生命员 他必定得胜 犹豫 但是 一旦信徒行事为人 不再靠 耶稣基督 他必将犯罪 他也别无选择 因为没有 中间道路可走 一个基督徒 或是全心依靠上帝 或是不全心相信上帝的慈爱与大能 当我们被与主亲密关系所吸引而生活时 得胜只是他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的自然流露 由于主 爱的风引领我们向前 我们就不受 住在 底头 罪的方向 罪的 向下引力的影响 而展示 与主翱翔了 只要基督徒 还活在血肉之躯中 他们就不会摆脱 罪的存在 但当恩典掌 掌管一个信徒的生命后 他就脱离 罪的权势 但如果信徒甘愿选择在灰尘中与罪打滚 上帝也会允许他们这样做 但我奉劝弟兄姐妹 不要看自己的罪以及罪的权势 而要瞻仰上帝 查验我们生命中的救助 当你看到他荣耀的美好 当你听到他诱饵的声音 你就不会惊讶自己愿意离开罪 并追随耶稣 这以后 你将永远不想再回头看了 祷告 心爱的天父 你知道我生命中所有的罪 谢谢你让我明白 我虽然曾在罪中寻找过 快感 但我事实上是恶无罪的 我认定我的罪 不能反映我是谁 因而 我选择全心仰望你 不再把目光单单定睛在罪上 主耶稣 我不能凭自己脱离我的罪 但我相信 你会让我脱离罪的权势 并经历得胜 愿我能学会更好的接受你的爱 并被你 并被与你亲密的关系所吸引而胜过罪 我相信 你能让我经历 你赐给我的 人生的自由 恩典掌权 第七章 明白神的旨意 为我祷告 让我能知道主的旨意 博瑞特对我说 有三份工作可供我选择 但我还不敢肯定 我应该选择哪一份 我想知道神纯全的旨意 这样我就不会选择 那份本不该拥有的工作 他继续说道 请为我祷告 让我尽快清楚 正确的选择是什么 博瑞特是我的一位挚友 我知道他坚诚的希望 在他生活所做的决定 能够荣耀神 但我也看到 他正为能正确地选择一份工作 而焦虑忧虑 他已经有将近三个月没有工作了 而最近他连续接到三份聘寒 他目前的处境有点讽刺一味 因为他看起来 比过去没有工作时更焦虑 这三份工作听起来都不错 但他对正确选择一份工作的关注 足以使他感到紧张 博瑞特需要明白 在做决定的过程中 如何应用恩典 当恩典掌管一个人的生命时 他对待一切问题的态度都转变了 他开始理解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他与神关系的流淌 恩典意味着上帝是我们一切世上的帮助 我们只需要每时每刻都通过信靠他 来与圣灵同工 然后从他那里领受他赐给我们的一切 在恩典中行进 绝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事物中变得消极 相反 我们行动需要信心 并且相信一个事实 即上帝一定会实施 坚固和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许多信徒由于不能理解恩典 在我们生命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恩典能使我们经历神 为我们生命设计的起闹计划 而亏缺了神预备的喜乐 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令人敬畏的计划 他特别为你设计了一个单独的计划 甚至在你未出生以前 他就为你的一生做了最恰当的设计 人生最大的喜乐之一 是你完成了你被造的功用 成就神的旨意绝不是一个无法达到 难以实现的目标 基督徒可以经历到 明白自己行在神旨意中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态度 你是否愿意经历那种自信的知道 并行出神的旨意的喜悦呢 如果愿意 你必须首先理解两种态度的差别 即用律法方式的方法 去体会神的旨意的态度 和通过在恩典中行进来依靠神的态度 对于一个律法主义者来说 所有的神的旨意都是有官做的 他们相信他们有义务找到并完成神对他特别的计划 他们总是很虔诚 但他们的态度事实上是欺骗了自己 使他们无法经历神旨意密切相连的祝福 经历神的旨意中最大的祝福是 经历神之后我们感受到的喜乐 然而律法主义者却由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了 做出正确选择上 以至于他们常常忽视神所希望的 他的子民与他的密切关系 由于他们总是要做些什么事 他们比教会里的其他成员更像一个好信徒 他们能够时常做一些善工 但他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问题 你在他的活动中看不到神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神的旨意是基督 理解上帝的旨意的出发点必须是恩典 请记住 所谓律法主义及认定人的属灵上的进步 是基于个人所作所为的一种生活态度 律法主义者问 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啊 但我想正确地指出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地指出 他的旨意是谁 其实神的旨意不是一个计划 而是一个位格 耶稣基督是神的旨意 当一个人正确地与基督发生了联系 那么行神的旨意就成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自然结果 许多基督徒像一个自然神论者 自然神论者相信神创造了世界 像给汽车加油一样赐予这个世界能量 然后抽身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世界如何运转 自然神论几乎不承认上帝和他所造世界的个人之间的联系 这种哲学观暗示神给汽车 扩好地球加油并让他运转 但如何驾驶这辆汽车和汽车行驶方向 向何方行驶是由人来决定的 是人的事 当然大部分基督徒反驳这种观点 我们相信上帝关心世界的每一件事 然而论及神的旨意的时候 许多基督徒会像自然论者那样思考问题 他们寻求上帝 希望上帝将自己的旨意指示给他们 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设计如何完成神的计划 亨利和布莱克拜在他的著作《经历神》一书中 有大量的例证说明上帝定义要和我们一同完成的旨意 他说倘若一个人要去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那么他可以采取两种办法 一种是他去找一个已经去过那的朋友问一下方向 这个朋友能画一张清晰的地图 他通过预读这张地图达到目的地 如果这个人试图的话 这种方法就奏效了 然而 这种办法并非是稳妥的途径 第二种方法能绝对保证他想去到的那个目的地 他不必问地图该如何行 现在他可以请他的朋友坐进他的轿车 然后他驱车前往目的地 他的朋友是他的引路人 在第二种方法中 他的朋友本人成为一幅最有效的地图 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 可能会真诚地寻求神的旨意 但他们从不能确信 他们已经寻见了 然而 与基督关系十分亲密的人 不必挣扎和争斗就明白了神的旨意 第二种方法恰到 确切地形容出基督是怎样完成上帝的旨意的 当我们明白基督已经与我们联合之后 就会确信 他成为了神对我们的旨意 他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生命 因此神的旨意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得以成就 唯有基督能使我们明白 并去行使神的旨意 除了基督 没有任何道路途径 能使人经历神的旨意 保罗说 因为你们立志行使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当我们一直意识到 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神的圣灵将我们 将在我们里面运行 并成就神的计划 如果我们更精确地分析那个例证 基督就不仅是我们的地图 他也是司机 轿车和道路 他是我们的一切 你在寻找什么 如果我们正确了解神旨意的定义 寻求神 被想清楚神的旨意的意图 就成为一个很高尚的目标 这个清晰目标吸引基督徒靠近基督 当恩典 掌管我们所做决定的过程 我们的注意力将全集中在他身上 而不在一个计划上 试图寻求正确途径 以了解神的旨意的倾向 代表另一种危险的错误方法 错误想法 即弄清神的旨意 是我们的责任 而当恩典掌管我们时 人是各种恩惠的接受者 神是施育者 因此在恩典中 发现神的旨意 不再是基督徒的责任 因为上帝会向那些依靠他的人 显明他的旨意 一个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 可能会真诚地寻求神的旨意 但他们从不能确信 他们已经寻见了 然而 与基督关系十分亲密的人 不必挣扎和斗争 就明白了神的旨意 使徒行传十三章 就明白神的旨意 这一问题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圣经教导的模式 该章记载安提阿教会 拆派保罗和巴纳巴去传道 教会是怎样知道 拆派谁去做第一次旅行传道呢 安提阿教会没有召开 传道事工委员会会议 也没有聚集教会主要领导人 来做出教会 需要开始一个新的传道事工的计划决定 这些早期的基督徒 是如何知道神在伟大的传道士 保罗身上的计划或旨意呢 使徒路加记载了这个事实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纳巴和称呼 尼杰的西面 古丽奈人路求 与分封之王西吕同样的马念 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纳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石图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 在这里 理解神的旨意的关键一点是 当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 这些圣徒 没有单单的寻求神的旨意 而是敬虔的寻求上帝 于是上帝就透过圣灵 向他们说话 让他们明白他的旨意 当他们寻求神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神的计划 律法师的教导坚持认为 我们应当找到神的旨意 但神的恩典却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和神密切相交 神会亲自告诉我们 他的旨意 律法师的教导 加给基督徒一个负担 只有当你用力去听时 你才能听到神的旨意 而恩典之下的基督徒 知道上帝有足够的力气 讲出他的旨意 这声音足以让你听到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 假如我年幼的儿子正在看电视 这时我走进房间说 大卫 我希望你去草坪除草 他没有反应 他陶醉在他正看的电视节目中了 大卫 你听见我讲话了吗 我希望你去草坪除草 我又重复一遍 他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大卫 我的声音提高了 什么事 爸爸 他终于听到了 我希望你去草坪除草 好的爸爸 我是否因为儿子 的确没有听到 我在讲话而恼火了呢 当然没有 我不会责怪他说 从今以后 当你看电视时 最好把耳朵竖起来 以免你听不到我讲话 因为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责任在我 我若想让他听到 我会提高我的声音 父神也是如此 他是我们的天赋 当他讲话时 他一定保证让我们听到 你不必担心自己 会由于没有使足够的力气 去听 而会错过上帝的旨意 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 也会承担 他会承担让你听到 他声音的责任 你在寻找什么 如果一个基督徒 不能经历与耶稣 密切联合的生活 即便他发现了 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又有何益处呢 我们不靠基督 还能靠什么力量 可以行神的旨意呢 如果我们决定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来完成神的计划 那么 我们选择使用哪种方法 还至关重要吗 事实上 即使我们知道神的计划 如果我们不选择 全心信靠上帝 我们的努力 也归于土然 知道神的计划 与不知道他的计划 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当我们全心信靠上帝时 他的旨意会清楚地显明 我们也绝不需要 挣扎着求神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 透过恩典来经历 和体验神的旨意 与圣灵同工 虽然 显明上帝的旨意 是圣灵的工作 并且 我们也不必通过 明思苦想的方式 来寻找神的旨意 但是 这一切 绝不是表明信徒 对神 显明了 他旨意的过程 已经了如指掌 更不是说 基督徒 在这个过程中 是消极的 圣经已经清楚地教导 如何与圣灵同工 以便加速神 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显明的时 时日 的确有一种方法 可以查验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所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写上 当作活迹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应当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谓神的良善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参考罗马书12章 一到二节 使徒保罗写道 我们可以查验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不必在生活中徘徊 明思苦想 我们是否在行神的旨意 我们若能与圣灵同工 并遵行神 顺服神的话 那么 我们能查验 神 良善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献己与主 当作活迹 保罗指出 在明白神的旨意的过程中 我们对神的第一个回应是 将身体献给神 当作活迹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每一个罗马帝国的犹太人 读过这段话后 都应当明白 保罗所提到的活迹 指的是什么 亚伯拉罕老的时候 得到了爱子以撒 神试验亚伯拉罕 将他带着的 让他带着他的爱子以撒 前往摩利亚地 在神指定的山上 把以撒 献为番祭 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 讲述了以撒如何被带到山上 受到父亲的困扰 被放在祭坛上 并预备 被父亲手中的刀杀死 当以撒意识到 父亲要把他当作番祭时 他一定很害怕 在圣经中去知词未提 他为了保全性命 而反抗过亚伯拉罕 一个轻易就能被打垮的 年迈的老人 根据圣经上的记载 以撒是顺服他的父亲的 他任凭父亲把他捆绑起来 放在祭坛上 以撒是耶和阿的使者 从天上拦阻亚伯拉罕之后 才确信自己不会死的 保罗说 如果我们想查验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必须像以撒意那样 献给主当作活计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完全委身于神 无论他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都愿意顺服 在神面前 把自己完全放下 是接到神的旨意的基础 献给于主 当作活计的含义是 我们不再插手 设计我们的人生 而是完全的委身于主 完全顺服神 能使我们全心信靠 而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我们可以宣告 我们相信神 并且委身于神 正像以撒 委身于亚伯拉罕一样 唯一一种能使我们自由的经历 省得途径就是 我们在生活中 不用双手紧握 我们周围的每一样事物 华尔特 已经诚惶诚恐地 生活了好几个月 他一直在担心 他会失去目前的工作 谣言似己 传闻说他的公司 要缩小规模 尤其要对他所在的部门 进行人员剪裁 裁剪 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狂乱地寻找另一份工作 但到目前为止 仍未找到 我不知道我失业后 会去做什么 你知道 我妻子是个家庭主妇 而我们两个 没有什么积蓄 我失掉工作后 一家人就会陷入窘境 你会对华尔特说些什么 你是否会尽力 鼓励他说 上帝一定不会 让他丢掉这份工作 如果你这样做了 你就犯了一个错误 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基督徒也有失业的时候 你是否会安慰他说 上帝在他失去目前工作 之前一定会找到 一个新的工作 事实上 这也有可能不会发生 华尔特需要做的事 将有关工作的事 全部交托给上帝 倘若一个人认定 他拥有某种权利 那么有朝一日 他面对失去 这些权利的威胁时 自然感到恐惧又不安 唯一一种 能是我们自由的 经历神的途径 是我们在生活中 不再双手紧握 我们周围的每一件事物 耶稣是我们生命中 唯一的安全保证 而且我们拥有他 就足够了 当我们完全委身于神的时候 我们就使自己 处在了一个新境地 我们以一种自己 从前想也未曾想过的方式 经历着神敞开的计划 当我们放下自己 在生活中的权利时 常常会产生一种恐慌感 但这是我们明白 并去行神的旨意 并且经历他丰盛生命的唯一途径 我没有就华尔特的工作鼓励他 相反我告诉他 我们所惧怕的事会控制我们 我鼓励他向神祷告说 他愿意完全委身神 愿意放下自己 在择业上的权利 我建议他继续承认 上帝是他生活的 给予的权源 上帝不是他的雇主 只有当他愿意 把自己当作伙计献上 他才能战胜 挟着他的恐惧 1995年 上帝呼召我们一家 离开牧师团 开始寻回讲道的侍奉 马拉尼和我内心 真的充满恐惧 我们刚刚搬到 一个舒适的新家 此刻 上帝带领我离开 收入稳定的牧师职位 他让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要在生活上 完全信靠他 相信他会给我们收入 有无数声音 进入到我们的脑海中 这些声音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计划 我们会失去多少快乐 会遇到多少问题 我们共同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可能会因为 无法支付房屋贷款 而最终失业 我们迈出信心的一步的同时 是否迈入了家庭经济危机 我们两人心中都很惶苦 我们的恐慌 心态 表明 我们握住了 我们的房屋 所有全部放 我们很快明白 只有通过完全 委身于神的方式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自由 因此 我们在附近的一座山上 小屋 度过了一个周末 这样 我们可以单独 面对自己的恐惧 我们在那里 列出了我们的财产清单 我们也写下了 我们脑海中每一样恐惧 我们也记录了 由于顺服神 而辞去牧师之之后 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如意的事 这以后 我们把这些清单放在一起 开始为清单上的每一样事物祷告 我们放弃居住在新屋里的权利 事实上 在那一夜 我们已经决定 把我们的新居 永远地交给上帝 我们承认 我们紧握着一些权利 我们不敢放下 但我们绝止放下这些权利 待到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座山上的小屋时 我们已经完全轻松了 今天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会失去我们的房子 因为我们已经失掉了房子 所以我们 不会再去失去 不会再失去它 我们得掌了那座心爱的房子 住房贷款抵押公司 从没取消我们 赎取住房的权利 因为事实上 我们每次都按期 缴纳抵押击 当我们那夜 在山上 把住房交给上帝时 我们失去了 过去意义上 我们的住房 但上帝 一直让我们 住在他的住处 我们从前 居住的那座房子 成为圣洁的祭 所与圣灵同工 以便晓得神的旨意 我们先准备到